您的聯絡人比較多的話 您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 我們現在來看的是這個 即時通訊 他現在也有即時通的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不只是只有文字型的 你可以視訊的 一樣可以交談 那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傳簡訊 甚至你可以直接打電話 你儲值之後就可以直接打電話 透過那個方便直接直接打 所以蠻好的不過目前簡訊 比較可惜的是 台灣這邊沒有 就是不支援台灣這個國別的 所以如果你是朋友在 別的國家的像美國他們都有支援 那這個部分就 目前在台灣你看我左手邊 有沒有這裡有一線 你說我跟他我想要看一下你看有沒有 即時通訊點下去我們兩個 假設他在線上我們就可以直接 因為有些時候你可能即時談或比較快 那第二個是說你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 你的即時通訊的 打的字的內容 也會變成什麼 最近的繪畫群組 就像MSN他那個通話紀錄會有沒有 交談紀錄會保留一樣 所以等於說我現在 比如說你看我最近 有跟他即時通訊一行有沒有 那這樣就你在找的時候 假設他也是用Gmail這個服務的 這就比較快 所以他現在當然就一直要拉攏你 就讓所有的人都用他 那他當然最好 所以你的服務自然就最完整 所以這個是在這邊 你看如果我是要用這個 簡訊的 簡訊比較抱歉就是目前 台灣沒有 我之前有查過了 台灣目前 暫時還沒有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直接 發簡訊給他 好 好